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老朋友缺帧,欢迎来到缺帧解说 继续为送上是全皇95大师局 有一批射龙斯克对两批鬼骑士 真的是最强的两位 好,一个挑C打正神威 两臂,葵花两端再射龙 没有射龙,刚才是一个战C 好,绕后绕后,丙哥 你的二胡哪里去了 丙哥,不要动 他也失误了 最后一点他想跑 好,对方最后一点,葵花打中的话应该是可以防住的 他要跑 打了一个乱动 看一下板起来 跳过来,一个小跳过来,对方紧身了 优势乱动了,我机会 差一点 小CD打身后 飞烟疾风角八连没有打晕 哎,小跳正好落到对方的枪口上 因为他回身的话,有一个小小的动作 没有判断出来,又乱动了 下臂点到死 哦,漂亮,精髓 他的一个生龙,两臂以后马上一个生龙 打对方乱动 这次童主任也救不了他 好,最后童主任来了 童主任看一下起身CD 好,紧身打了一个插盒 对方骗一个跳 一个跳骗对方出招 完了,又要死 好,再见,再见 好,四连,五连 紧身过来直接扣 也没办法 这个八神太强 没有解药 真的帅到极致的 已经没法形容了 好,还是这把八神拍偷阵 对方选择的是三个三问 来,尹波 调皮过来 紧身下盘,三连,起手 好,生龙 小丝丫头,紧身躲 哎,再见了 刚才闪电机漆空了 第二段还有机会来 打身后,哎,完了 好,葵花,葵花 生龙 小丝丫头,紧身躲 对方没有出招 最后拉开距离以后一个CD 你两点下臂打开距离 然后CD抢招 对方出招肯定是有先手的 可以打对方的后手 好,拉尔夫 好,继续葵花,三连,倒地,紧身 怼 怼他的身后 好,一个百合者 又是一个CD,打乱灯 来 连续搓下盘,哦,必杀 再见了 123,一个生龙 怎么压起身 好,你看他的这个下臂 是有节奏的 点两下 停一下 然后再前进啊 慢慢的前进 这样的话,有个先手 导致对方有失误或抢招 你直接给抢他 真的很帅啊,这里吧 所以说鬼祭师也不是白给啊 好歹是原版三问一哥 现在SP版本的话 虽然说没有EP那么秀啊 但是也还是可以 好,一个生龙 强转 哦,打个错位 五连下臂 漂亮 两规划一生龙八连 这把又要V3了啊 感觉 感觉又要V3 鬼祭师绝对不是浪得虚名 虽然说来的不多啊 现在 但是 只要来了 就会带来精彩的对局 漂亮 这个假招 对方反手一个B下 什么鬼 一个跳B压死了 对方气血红了 有点危险啊 这局 对方血红了 血红了 好B下走起来 一个波 完了进板边 压到死 紧身B下B下 B下摸血摸到死了 兄弟 不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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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起身抓 吓我一跳啊 吓我一跳 还是弄死了 还是弄死了 好的 大家喜欢全家结束 请点赞关注 感谢收看 下期再会